要打出去了 這樣是算什麼 重來啊 現在就是散步的時間 看老婆來葡萄牙旅遊的第10天 我們來到濱海的巴塞阿雷格花園散步 沒想到花園裡有一座迷你高爾夫球場 在葡萄牙的海邊優雅的玩高爾夫 等一下等一下 這什麼落賽清潔 正規高爾夫球場會有18個洞 每個洞都會有設計獨特的地形挑戰 總幹數最低的獲勝 而迷你高爾夫就是規則相同 但場地具體而為的合同版競賽 我們租了球具就開打 第一洞小試伸手 等一下等一下 他要進去了 啊這初學 第二洞的重點是穿過斜坡與障礙物 秉承選手輕鬆兩竿取得領先 但沒想到第三洞的巴黎鐵塔 翻過來又轉過去 讓秉承陷入困境 一舉讓呱吉取得大幅的優勢 第四洞的小圓球 看似很難 但其實是小菜一碟 兩人輕鬆兩竿取關 第五洞 需要爬上斜坡 透過反彈進入好球區 力道控制好就易如反掌 呱吉與秉承選手都漸入佳境 一竿進洞 來來來來 球球球球球球球 第六洞的多重疏紅到難題 呱吉選手利用反彈球 兩竿再度取得優勢 省準的不可思議 第七洞的地形設計相當單純 但雙方大意 都用了過高感觸過關 第八洞 球球球是一種優雅的位置 秉承選手用了十空間暫停招數取勝 啊幹你 這... 這什麼 呵呵 這是什麼 第九洞 雙風球到 只要一點巧勁 輕鬆取關 嗚 第十個場地的洞口在斜坡上 提高了短打進洞的難度 快快一點 YES 秉承選手策略得宜 以最低甘數打平成績 剛剛我老婆採用策略進的 呃...方式 然後讓自己獲得領先的地位 我個人是覺得蠻糟的 戰鬥進入白熱化 這也是蠻糟的 呵呵 第十一個洞口 哇靠 欸這一洞笑死我 超越想像的飛鴿傳信 必須讓球穿過空氣的阻力 才能落網破關 呱吉選手 駕輕就熟 兩竿進洞 神乎奇蹟 看到沒有 呼 秉承選手 十五竿落後 呱吉一口氣拉大差距 你只要不會覺得累 我都可以一直陪你 難道勝負就此決定嗎 有了 YES 呵呵呵呵 呵呵 呵呵 第十二洞 升龍道 看起來容易 除了進洞之路非常狹窄 最後的終點 也沒有足夠的停球區 打得超準 還是難逃出界的命運 呱吉選手在這裡 飽受折磨 六十桿都還沒有進洞 我跟你講 我真的抓狂了 我受不了 這什麼鬼設計 這什麼爛東西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種地方你要怎麼做呢 就是這顆球對不對 這顆球對不對 直接直接 就這樣給他丟下去拉 決定先到第十四洞 轉換心情 打過去嗎 說起話都變得有氣無力 這一場 呱吉選手以四肝推進 完全喪失前幾場的犀利 剛剛我們已經很 很沮喪了 第十三洞 心之迷宮 喪失鬥志的呱吉選手 是否也在這裡 迷失了自己 七肝落後 秉承選手 秉承選手露出勝利的表情 呵呵呵 三少 第十八洞 終極雷霆 秉承選手陷入貼牆危機 造成擊球點障礙 但還是用銳腳敲球的技巧 突破困境 第十七洞 單調中洞 秉承選手以優異的推桿技巧 一桿進入好球區 只可惜短打不準 呵呵 你這是在幹什麼 最後四桿入洞 難道這是一種溫柔 兩人差距逐漸縮小 第十六洞 長板坡 兩人分別以四桿與三桿 輕鬆取關 第十五洞 四角襲堤 秉承選手以雷射灰桿 準確進入好球區 再度以兩桿領先呱吉 兩人差距 已經小到隨時可以顛覆勝負結果 還有第十二洞沒打 其實我本來是想走了 這是我和老婆的旅行 不該為了拍什麼東西 而逼自己和老婆 卡在一個海邊公園的 迷你高爾夫球場地 我老婆真的想玩嗎 還是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說我們走了 但老婆說我們再試試看 得到一個結果再說 雖然揮了七十次才得到結果 但我很感動 堅持果然是有意義的 換我老婆上場 我心裡想 謝謝 不論多久我都會等你 秉承選手兩桿進洞 好啦我覺得我贏了 兩桿你媽的小 我傻眼 你知道我剛剛前面打了六十桿都沒有進去 六十桿 沒有你知道那是因為你看了我的打 灰桿的方式 你得到很多學習 然後你現在在那邊講這些 放你媽的屁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說你們要 拍照 拍了張頒獎的照片 打完比賽當然要幹嘛 喝啤酒 喝了杯啤酒 在海邊散步 吃了很棒的義大利菜 我有見過地獄 才能體會 人間的美好 好 欸 現在我們 什麼 為什麼突然這樣 好啦 現在九點十五分 要不要回飯店了 欸不能放啊 這個 接下來就是這次 我們VLOG的結尾 耶 耶